欢连市长为家宴行程可是满档 6号的上午在社劳客同仁的陪同之下 先后也前往了黎明教养院 必是大教养院 以及荣民之家 还有少年之家等社福机构 除了是提前向大家拜年 也代表花莲施工所赠送了春节维稳金 希望接此抛砖引玉 能够有更多善心人士和企业 对社福机构有所关注 农历年前又一波封面来袭 天气湿冷 华林市长为家宴特别赶赴各社福机构受暖 6号上午协同社劳客同仁 一去前往黎明教养院 必是大教养院 荣民之家少年之家 执政春节未问津 感谢社福机构对弱势的照顾 在这边也跟我们 不管是我们的孩子 或是我们老大人 都跟他们之一 在新的一年 在围炉之际之前 也希望说在新的一年 大家都要平安健康快乐 那在这边也送上小小的一个祝福 那也把我们的家菜金跟春联 还有小红包都给大家 那最后在我们未来今年度 是不是能够更募集 更多的一些社会资源 来帮助我们 不管是今天在座的 我们的这些机构 或者是未来有一些 可以帮助的 我们华联市公所都会全力的为 不管是孩子还是老大人 我们都会全力支持他们 华联市长威嘉燕不改初衷 持续积极以行动来表达 对社福工作的支持与感谢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加入关怀 社福机构的行列 共同关注弱势议题 打造充满爱的华联 记者 徐立琪 华联市报道